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部本书失聚无尼佛 各位善南主 善如人 大家欠胜平安 我们开始要来刷这二十四祖天佛法 这二十四祖天佛法 它就是我们平常所有的在天科技 也是叫做大共天科技 我们漸漸清楚了 漸漸了解 了傲 当然 咱就要经过去对修 它的由来 之前我有说过 第一扎是列十六天的佛法里面 那这十六天的佛法里面在我们这种归宜上流团 比较久 这是孤人啊 流团的啊 会归宜 那呢 随着时间推进 他们有一种大量这就是对佛教啊 有贡献 这些是修行对佛法真理 真了解的人 没了 就再加上数天 那加上数天呢 就是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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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看晚上,月牛月月的时候,他的肝毛也吃羊 晚上也能照着吃明天,所以就成为月时,这就加义了 那灵呢,我们知道是这个世上的食物,我们都没有看过灵 那当然,我们有过这种,比如山海经也有对这种灵的描述,这些是种种 我们看以前的帝王这种风袍,都会守这些灵 因为是代表,是最尊高的生物 我们这样说,就是说,它是一种最受,最受的动物 那灵呢,有这种习惯性,要守一宝物,守种这种宝物 所以呢,要中意,跟列入这种一天再来 那呢,阵王,我们知道阵劳王,团到我们中国之后,团到我们台中华民族 并做十天 那以前,在印度是只有一个而已,就是阵务而已 那后来,我们就是演化成十天阵劳 这之前,我有跟大家探讨过了,和大家讲过了 所以呢,慢慢地散升起来,变成二十天 那二十天之后,当然到这个明朝,人就再加下去了 最后,变成一个二十四天的供天科技,称为代材天 也称为代供天,就是这样来的 那这二十四天的佛法啊,主神啊,我们也可以称为主天鬼神 因为这,我们如果说过这些明朝,大家就了解 为什麽的成为主天鬼神啊 那普通,如果规模比较大的,在桌上 实际是在明朝四代建立起来的桌上 大部分,我们那会有共享这二十四天的身上 在那大天的两边 这你如果去找去看,应该都再看得到啦 那这二十四天的,是怎样分别的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把它探讨 那一个一个说给大家知道 那我们就准够了解,我们佛教 原来也有这么多天神,是我们的佛法神 第一啊,我们现在没有称为第一天 因为他们不一定出宰对一个天堂之中 所以说,第一,这二十四天的佛法神 第一,成为大公的天 那第一呢,成为大变在天 第三呢,成为大幻天翁 甘清,叫做大幻天 这就是印度所谓的故事 那帝是成为帝色天 也可以说它是帝色 也可以说是色体幻音 这我们慢慢再一个一个说清楚 好,给大家了解 第五呢,就是叫做东方四国天翁 第六,叫做南方正中天翁 第七,叫做西方公目天翁 第八呢,就是北方德文天翁 第一,这四天翁 他们就是,我们所有的四天翁天的将冠者 那,那它历经和保持到什么 我们正前说的四代佛秋 我们知道四代佛秋,我正前有说 就是,在我们苏米山的树峰,冬塞冬白 那这四代天翁天翁、冬塞冬天翁 他也是保持到这数代保住 这我们后边说下去 大家就会减加清楚 那第九呢 叫做日天 就是我们所有的日神 那第十 叫做月天 这就是月了 减加进来 所以不是这种处题 不是这种天的分别 我们是要一个一个 说给大家了解 月天也就是月神的意思 那十人的 叫做金光密质烈书 这就是我们佛教的金光神 金光佛法 那十人 叫做母亲 收露天 十三 叫做三祭百祥 十四呢 微德天 就是我们平常在道中 看到的微德火焰 慢慢地来讨论 十五呢 这就是金额地神 十六就是破天窮神 这是因为佛在破天窮下 正在正格正格出破天窮 不过 你三生神 你三生神 一生神 你好奇辱得 所以他列在这二十四天后法指定 第十七叫做鬼主命 第十八毛离之天 第十九三吉留两王 这是没啊 列业啊 第十就是严母留王 就是我们所有的严留王 这也是没啊 列业啊 那二十一叫做金纳留王 二十二呢 成为资厘大帝 这资厘大帝就是道教的身上 就是北极 九千也好七千也好 因为金纸啊 咱的科目啊 历史啊 发现到北极七千啊 我们普通都说七千 其实还有两个也不七千 所以他在帝王啊 他们的科目的身上 科目上面会科目到北极九千 这就要吃完果 因为那时候 完果的时代啊 会看到北极九粒 不是我们今儿子看到七粒 那因为 咱佛听着说 这种炎生炎烈的因果 他记得这种烏火的组器 将到另外两粒车将蒙毙起来 所以咱正看到的 北极车 大帝上千为北极七车 那紫离大帝 就是在那里的 术宇朱德价寺一 那这是都买了加以来的二十四祖天 就是在明朝时代哦 那二十三的 就咱正有怎么说过 冬月大帝 就是冬月泰山 就是那些风帝 都会那风险祭天子帝 也就是安的 冬月大帝 也被列入 那第二十四呢 就是累神 那累神就很多种说法了 去方神奔里面 买了将着累进主 千为累神了 这是一种敏感的团队 但是 因或是买了 让我们列入 这种二十四祖天火法来的 那呢 咱现在就开始了 将着这二十四祖天火法来 慢慢地探讨 介绍给大家清楚 啊 咱们的 将天是在将什么意思的 做这大将天会立到什么样的福报 其实这里面有 将佣三宝呢 我们在做大将天 不是仅仅仅仅 将天的意思 是对大主人一种境重 但是里面的经文 也是有战佣三宝 也是有 将佣三宝 所以啊 咱们这样去看 天神就知道 佛祺三宝 天神 也只是整桌 比如整桌廟 以前 并非行 善行的 但是后来 受到佛 是英雄教法 全佛 作佛教的佛法 贝德 非常地 竞佣三宝 所以咱们今 作佛的帝主 作佛的寿重帝主 就是BQ BQ年 幽保式 幽保余 就是咱们技术代表 咱是不是要 竞佳来 竞佣三宝 是不是要 竞佳来 拥佛 佛法 政法 中留下 那麽 并想 您 也 男敌啊 可以去 了解 男敬天 究竟是在做什麽 男所共的天神 到底是怎麽 可能 大家 也不说 一定很沉入去了解 啊 照这个音源 我也不知道 说 让大家了解一下 让大家 沉沉 慢慢去带回到 这天神 对咱们所作的佛事 加保佛 咱们供应 咱们的成就 什麽款的音源 加共得力 那咱们 既然 将这些顺势 说给大家知道啊 咱们就依照这个顺势 依照这些情形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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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给大家知道 这不代表 天得喔 这不是咱们所为的三戒 二十八天喔 不是 这不是 啊 大家了解一下 咱们第一讲的 叫做 代共得天 咱们的代共得天啊 喔 其是 它本身 不是我们啦 台中化民族的事 它是 高印度的事 台共得天呢喔 它 其他 那还有其他的名称 叫做结想天路 是因为我们知道 境界都是我们印度反映来的 所以在这个反映来之后 我们将成为 叫做代公益 实际是代结想 也能说是代公益 也能说为公益天 就是结想天路 这都是译音的 这都是译音出来 合起来 公益 结想 所以我们将成为代公益 准天 我们的公益天就是结想天路 就是印度的结想天路 我们的当时 公益这天 会正行的时候 就是他就用佛教 公益的佛教经典中 由于天路 也有代行情 就是在说这个 结想天路 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正行 一音过来的 就是我们的 这种 这种 中法民族的文意 之后 他们的文族情维 无恶色理 这是文族 音乐过来的 意思 那呢 色理呢 我们在念 这个 先帮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我们 在做渣客的时候 是不是有十小酒 那十小酒 最后一顿 叫做 仙天路酒 你如果上学去看 就是这顿酒 就是在说 我们的 代公益天 就是结想天路 里面里面 就有色理 这两个 那色理 他这两句的意思 就是 公益 跟结想 那样合起来 就是我们 所有的 代公益 就是 代结想 那 仙天路酒 大家 如果在念 可能 有时候 没有了解 他的涵 那照着这个机会 我会跟大家说 让大家了解 念到 仙天路酒 有 什么样的 好处 那呢 那些 代公益天 他在高印度 在高德时代 就已经存在了 就是 他们所有的高印度 就已经受到人 在降风了 因为 公益结想天路 这 在他们那时候 就非常的方向 我们佛道 在五道 受到的时候 对这 厚德经 也是 都非常 有研究 因为 这就是他们 普洛文教 里面 一个 非常 有名的 天神 那 尾 就是 中医 收录 在我们佛教中 做我们的佛法 在佛教的佛法 那 他生了呢 比三文天 的 执助 学者是 收录 这是印度 这种流团 跟记载 因为 我们 是不了解 印度神 的期望 但是 经过 印度的流团 跟记载 是这样 就是 比三文天 我的记载是执助 我的记载是 收录 我们说这 憲衰 行为 总是 各人 公各人的 那 他的父亲 的 成为 得 差 乞 母亲 的 就是 鬼主 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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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以照 我们 翻译出来 金公明 罪姓 王经 就是我们 甘称 金公明经 就是 我们的 在天科医 他的 记载 他是 住在 北风 比三文 天王 收 基主的 在乡 这是 经过 我们的 金公明经 里面 所记载 那 金公明经 是这样 来 迅速 大公 在天 我们在生前 就是 他 保抵 还不 回归的时候 他就 准下了 很多 神经 做了 非常 多的 功德 所以呢 只要 利用心 金生 为人 这是 印度 无法 留团 那 我们不让 参考 看看 只要你念 出的 大公的 天路 就像天路 也都可以 他的名称 甚至 他 共同 就 可以 受 他 受到 他的 比喻 基关 的人 就是 共同 他 可以 五国 奉 可以 债宝 充足 一切 二十 改革 充足 聽到 也就是 要跟 人家说 十 小子 里面 神天路 你如果 認真 悉 你 絕對 會 得到 很多 富貴 做生理 也會 順利 也 不會 充足 禁止 主 一切 也 絕對 成功 那今天 時間到了 希望 我們 說回來 還是要 親手 念佛 念阿彌陀佛 才是 真能修法 照無量的福報 阿彌陀佛 作出 獨立人間 充足 靠近 人間 生活 何時 中和 數 疑 三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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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